踢走他 没事 你先下去吧 你是 这句话该我问你吧 我是孩子的妈妈 你是哪位 那你们先聊 我去给你倒杯水 不用 我就是来找你的 韩瀚 看 妈妈给你买了玩具 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我说你闹过了没有 你过来什么事 现在成功了 变连比翻书还快了 我才走了这么一段时间 下家都找好了 经过我同意了吗 你的一段时间 就是一走三年 你觉得我有几个三点 可以等你 还有 我们已经离婚了 这里的一切 跟你有关系吗 关系已存在 孩子在 关系在 你不想承认都不行 我刚认识小青那回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打着三分灵魂 韩瀚天天哭着找妈 那个时候 你在哪 可是当初是你提的离婚 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对不对 我现在回来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你是回来了 可那个时候的龙小青 已经不在了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做一个好人 我点到外卖就没做饭 剩点没剩完 你凑合一下吧 现在有孩子了 省一点挺好的 对了 我上次不是让你给我买个新手机吗 这个手机玩过去有点卡 我差点给忘了 你这个月不是已经把工资都给我了吗 你是不是背着我 拖头草私房钱了 没有 你之前不剩几个旧手机吗 同时推荐我去最近很火的专长APP 他们的回收价格是这么高 一台旧的华费手机就卖2000多 还免费上门取钱 在家就把手机卖了 挺方便的 谢了 你睡沙发吧 我最近顺便这两步 被打呼噜吵死了 小夕 你别误会 他只是 看来你早就做好离开的准备了 我们离婚吧 行 但是你记住 我没有背叛这段感情 而且离婚是你提的 车房必须都得归我 车房你都提了 却唯独没有提孩子 行 我答应你 也希望你可以过得幸福 也不枉费这一路 你属性积虑地离开 我当初离开也是迫不得已 我有我自己的苦衷 你现在看我过得不好 是不是特别幸灾乐祸 你好有不好跟我无关 你所谓的苦衷 不过是你当初的一己之欲 我没有幸灾乐祸 我只是觉得你当初抛肤忌质 还没有活成你想要的样子 很可怜 我当初跟你结婚生子 我那么多年来清楚 你怎么补偿我 你还有没有良知 良知 你当初连孩子都可以不要 你跟我提良知 当初离婚车房都给了你 我进城出货 你的青春还进城也该过了 其实到初你稍微努力挽回一下 我相信我们 我告诉你 任何事情都可以努力 唯独感情不行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密码是我的生日 以后你别来了 我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 我好不容易调整好的状态 不懂我的人 说我抱歉 不爱我的人 说永别 生命太有限 没时间浪费 给那些人